朋友中有些人没有学佛 担忧对佛法有些兴趣 想求一点世间的财富和福报 跟他讲人天佛教的内容是可以的吗 可以的 是可以的 可以的 很好的 那比较担心如果说对方是大乘的根基 如果给他讲了人天佛教或者是小乘佛教 那会不会断了大乘的根呢 如果说他不是大乘的根基 直接跟他讲大乘的道理 会不会又把他吓跑了呢 如果说没有智慧又无法观察他人的根基 如何对身边的人传讲佛法 引领他们学佛 对 所以就是说如果没有一点点神通之类的话 要真的要利益众生就有很大的难度 就是这个原因 阿底下尊治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个可能的话 去修个神通 那修了神通以后 你就知道这个是大乘的根基 还是小乘的根基 比如说塔心通之类的 如果是没有这些神通的话 那就是根据自己的感觉 去觉得可以就讲大乘佛教 觉得不可以 那就不讲 但是这个感觉 实际上是不是真是这样子 就不好说 所以说还是要 反正应该应激说法 就是感受他的根基是什么样的 然后再去跟他讲什么法 如果说你没有神通 然后你还要去把他引 想要去引他入佛门的话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是 比如说你可以通过 对这个人的沟通和了解 了解 你也就基本上可以知道他的想法 嗯